干嘛呀 干什么心里没数啊 说好你每个月20号发零花钱 今天都几号了 你准备脱健到什么时候啊 就是 我看你当家也不行 还不如直接让我爸来当家算了 可行 不是说你写作业吗 作业写完了吗 那我不是非得让我来 零花钱是吧 行 你们坐下吧 你别笑 你们也知道 你们每个月的零花钱呢 是按照你们每个月的表现来发放的 和你听 你这个月的学习各方面都表现特别突出 这是你的零花钱 另外再奖励你五块 谢谢吗 和你听 你这个月呢 你们老师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你上课呢经常开小柴 这个月的零花钱呢就扣除 没事 因为爸领完了分你一点 还有你 你这个月呢上班迟到了两次 被公司扣除了二百块钱 你看好意思要零花钱啊 三会 东西啊 好了今天的家庭会议就到这里吧 没什么问题的话 也行散会吧 妈我有问题 我举报 举报什么呀 举报你在当家期间多次卓用家庭公款 购买私人物品 证据在这 我认为爸 作为一个合格的当家人 应当有超前的理财意识 所以我建议更换当家人 同意的举手 三比一 你还有什么卸任一言吗 一起说出来吧 以后都看一下 咱不是说好了吗 妈 我爸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我觉得你确实不对 但我不过想了一下 一个家 开门 旗舰市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哪一件 不需要用钱买呢 就算我妈买了出来自己东西 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妈为我们操劳这么多 我妈就算买一点东西 都要被你们用来作为公平他的借口 俗话说得好 家有三项 和父母 第一项就是夫妻和睦 你三天两个闹事 要和我妈跟当家选 此为 夫妻不和 第二项 就是子女孝顺 你为了天天当家 把我外国都请来了 也有为此项 第三项 兄弟姐妹好美 你天天让我和我姐选边站 破坏我和我姐的感情 你觉得这个家 你有脸当吗 说得好 到月后就说有道理 怎么你 你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觉得我败家吗 看那样快递上都写的谁的名字 爸 这好 这你前几天当家的时候买的 是吗 至少要给你 这也像 那钱拿来吧 什么钱 那这些呢 适当钱不少了 支付宝到账 二百五十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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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